据说如果两辆卡车迎面相撞 可以将中间的小汽车加成肉饼 并且三辆车还会融合在一起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来到了空军基地 并决定借朋友新买的汽车进行对撞实验 但如何让车辆同时相撞呢 这次他们给卡车分别安装上相等长度的钢篮 然后通过两个滑轮装置与拖车相连 当拖车拉着钢篮向前行驶时 卡车就会在小汽车的位置迎面相撞 由于如果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保险公司将不会进行赔偿 他们只能礼貌地请来假人老兄 并小心地将他们安顿在车内 但在安装钢篮的时候他们却遇到了问题 因为当卡车相撞的时候 拖车的分离绳就必须断裂 以此来确保拖车不会被崩坏 而如果分离绳提前断裂 卡车就会失去控制 为了确保实验成功 他们决定增加一组分离绳 可就在实验开始后不久 意外还是出现了 分离绳提前断裂导致卡车冲向了湖面 幸好在两人的祈祷下没有造成更大损失 重新修复并再次增加分离绳之后 他们第二次启动了拖车 随着车速越来越快 卡车距离也越来越近 当时速达到60公里时 滑轮装置开始冒起了青烟 这让两人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 伴随着钞票燃烧的声音 三辆汽车成功相撞 而中间的小汽车和卡车车头也在瞬间消失 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到 虽然小汽车在撞击的瞬间被挤了出来 但从现场的损坏程度来看 应该是不能上路行驶了 很难想象 如果是真人驾驶小汽车 会不会当场开启 后来他们经过计算得到 两辆卡车撞击的力道 相当于一辆卡车以160公里的时速撞向墙壁 那如果用火箭推进器将卡车时速提高到1120公里 撞击小汽车又会是什么效果呢 下面亚当和吉里来到了火箭试验场 并将好朋友新买的汽车放在了火箭发射轨道的末端 而车后的挡板则用来模拟第一辆卡车 并且第二辆卡车有两个火箭锹代替 实验时他们会首先启动第一个火箭锹 它会产生75000磅的推进力 在半途时的速度能达到640公里 此时在启动第二个火箭锹 当撞击小汽车时 火箭锹的时速将会达到恐怖的1130公里 几乎和音速相当 接下来他们将组装好的火箭支架搬到了试验场 在插车的帮助下 火箭锹被安装在轨道的起点 本次实验将使用两组12只高速火箭进行推动 虽然它已经有将近70岁的高龄 但每一只都能提供6000多磅的推力 这样24只火箭的推力撞击汽车又会是什么效果呢 专家连接好启动线路之后 所有人躲在了安全屋中 这是Compact Compact Rocket Sled 3 2 1 火箭以迅雷布吉尔2-0真是从轨道划过 在巨大的冲击力下 小汽车和水泥墙直接化成了灰尘 如此壮观的效果让亚当目瞪口呆 虽然两人尝试过无数大场面的实验 但这次的撞击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后面他们查看现场时发现 小汽车已经碎成了渣 1.3米后的钢筋水泥墙也完全消失 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在1046公里的时速下 汽车如同被吃掉一样逐渐消失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再加尝试